好好戀愛學堂唐主任道遠霞 逢星期四和你談情雪愛 欢迎大家收听好好戀愛 这个礼拜就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发生了 我曾經跟一位女孩子說 如果你真的有個心儀的對象 或者他對你有興趣的話 就要分階段進入關係 要多層次去認識 不要太心急一來就拍拖 她就很聽話 男孩子對她表示好感 想跟她進一步的發展 女孩子說我們觀察三個月吧 女孩子回來問我 那這三個月我觀察些什麼 觀察完之後又怎樣 其實我們已經觀察了三個月 然後我要跟她說些什麼 原來在落實起來的時候 都真的有些技巧 我就問她這幾個月 她自己的感覺覺得怎樣 她就說其實都很開心的時間是有的 但是那個男孩子都很著重她自己的工作 所以當那個男孩子工作得很狂熱 就是經常都OT的時候 那個女孩子也有些被罰了 那我就說 其實你們可以拿出來說的 那她說會不會不是很好 就被別人覺得我好像很有要求 我不知道大家怎樣看呢 我想關係是兩個人之間的事 你讓對方清楚知道你的需要 或者你的感覺 都是你自己的責任 如果對方不太知道 不太明白 不太了解 而你屈了在心裏 不開心 你又不說的時候 對方不太知道怎麼配合你 那那個女孩子就問我 她說其實我們怎樣才知道 我們是不是應該更進一步呢 我們現在其實是什麼階段 到我們覺得不行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做朋友 覺得好像很慘 她有點失戀的感覺 那我們就說 你們不是做朋友 你們不是後腿 如果你把那五個圓圈在這裡畫 最大的那個就是朋友 然後再小一點 固一點點就是好朋友 然後就是戀人 再到未婚夫妻 再進到核心那個婚姻關係的時候 你們現在是在好朋友的階段 你們能不能夠再盡心 或者大家都有心去盡心 但是行不行的話 都要再經過另外一個階段的評估 那她說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怎樣才知道 我是不是真的對她有意呢 那我就問了她一條很簡單的問題 我說如果她跟你做的事 她跟另外一個異性去做 例如單獨約吃飯 說一些很深入的話題 說一些很感覺層面的傾談 那你行不行 那她說 我又真的不是很OK 那我就再問了 如果在這個階段 有另外一個男士 單獨約你去街 跟你說一些很深入的事 對你表示好感 你覺得行不行 我也覺得不是很行 其實你已經動了情 或者大家對大家 已經是多過好朋友的一個階段 因為好朋友是男生女生都可以的 說的話可以是深入 或者可以是輕鬆 很普通的東西都可以 但是如果去到男女朋友的階段 其實你想跟對方的關係 是很獨特的 很exclusive的 然後就教她去 怎樣去部署 再談的時候 有什麼可以談 那我就鼓勵大家 如果你進入一些 你有興趣繼續發展的關係 不妨嘗試做一種 叫做感情日志 感情日志是什麼 就是將你那天所做的事 所發生的事 你的感覺 你都記下 變成你 好像拿一個日記簿出來 如果我有些開心的事 我要和你分享 我想和你分享些什麼 如果有些不開心的事 有沒有一些例子 可以說到給你聽 以致到我不是那麼兇煩呢 我想學習拍拖的階段 沒有什麼人教你去評估 或者是分階段去探索 但是如果我們做了這個步驟 你就會更加知道 你想不想進入更深的關係 那如果你這個方向是清楚的話 那踏前一步就好像不是太難 多謝你收聽網博時代 Times on Air 也 textbook нуться 可從 ieved 可是 inate